华文 六年级 单元十六 体育诵 课文朗读 啊!体育 天神的欢愉 生命的动力 你突然降临在灰蒙蒙的临间空地 受难者激动不移 你像是荣光焕发的使者 向暮年人微笑致意 你像高山之巅出现的晨曦 照亮了昏暗的霸底 啊!体育 你就是美丽 你塑造的人体 变得高尚 还是卑鄙 要看它是被可耻的欲望 影向坠落 还是由健康的力量 悉心培育 没有云称协调 便谈不上什么美丽 你的作用无与伦比 可使恶者和谐统一 可使人体运动富有节律 使动作变得优美 柔中含有刚毅 啊!体育 你就是正义 你体现了社会生活中追求不到的公平 合理 滚合人不可超过时间一分一秒 愉悦高度一分一厘 取得成功的关键只能是体力与精神融为一体 啊!体育 你就是勇气 肌肉用力的全部含义是敢于搏击 若不为此 敏捷 强健 有何用 肌肉发达有何用 肌肉发达有何用 我们所说的勇气 不是冒险家压上全部堵住寺的满干 而是经过慎重的深思熟虑 啊!体育 你就是荣誉 荣誉的赢得要公正无私 反之便毫无意义 有人耍弄见不得人的诡计 以此达到欺骗同伴的目的 他 内心深处却受着耻辱的脚意 有朝一日 被人识破 就会落得名声扫地 啊!体育 你就是乐趣 想起你 内心充满欢喜 血液循环加剧 思路更加开阔 调理瑜伽清晰 你可使忧伤的人散心解闷 你可使欢乐的人生活更加甜蜜 啊!体育 你就是培养人类的卧地 你通过最直接的途径 增强民主体制 矫正畸形躯 防病患于胃软 使运动员得到启迪 希望后代长得茁壮有力 虚妄开来 夺取桂冠的荣誉 啊!体育 你就是进步 为人类的日新月异 身体和精神的改变 要同时抓起 你规定良好的生活习惯 要求人们对过度行为有所警惕 你告读人们遵守规则 发挥人类最大的能力 而又不损健康的机体 啊!体育 你就是和平 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联系 你在有节制 有组织 有记忆的体力较量中产生 让全世界的青年学会 相互尊重和学习 使不同民族特质成为高尚而和平竞赛的动力 感谢观看